亚洲各国疫情升温 为了防疫停班停课 经济活动受到影响 但在一片哀嚎当中 唯独新加坡一直独秀 我现在在的这条街叫做B-Shirt Game 是新加坡有名的豪宅别墅区 一栋豪宅至少要价8亿台币 不过现在却是一方难求 主要就是因为新加坡疫情相对的安全 再加上当地政府推出了激励政策 因此吸引全球的富豪来顶居 新加坡过去一直是全球富豪的度假审地 没想到2020年疫情爆发 新加坡的光芒不仅没有暗淡 反而更加耀眼 全球富豪纷纷移居新加坡扎根比异 有统计就显示 2020年8月 外籍人士包含永久居住全者 在新加坡买房的数量 就达到两年来的新高 这也让新加坡的房价狂涨6.1% 涨幅在亚洲名列第一 我认为在疫情中 我们有两至三个月 但后来有一个压力的高度 本人及配偶 还有未成年子女 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审 尽管新加坡570万总人口当中 就有6万多人确诊 但是因为疫苗普及率是亚洲第一 死亡率更只有0.05% 因此成为全球富豪新州 最安全的避风港 再加上新加坡设有 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 让富豪们更容易安定下来 申请人只要在新加坡投资 大约250万新币以上 本人及配偶 还有未成年子女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钱 新加坡甚至专门为富豪设定了一项政策 只要在新加坡设立资产2亿新币 折合台币大约42亿的家族办公室 就能火速移民新加坡 热钱在新加坡流动的盛况前所未见 从2019年底至今 设定在新加坡的单一家族办公室 数量分倍多达400间 统计更显示 2020年在新加坡净资产超过 3000万美元的超高身价富豪 比前一年增加了345人 这也带动了新加坡各个产业的蓬勃发展 卖给外国人的豪华轿车 比前一年跳增了5到6成 私人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费 大涨40% 米其林高级餐厅的数量也分费 专家更分析 未来四年内 新加坡有钱人的数量 还会增加31% 即使疫情冻结了不少经济活动 但是富豪及钞票的到来 仍为新加坡注入经济活税 以上就是怀疑新闻特派记者 梅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